6号张伟 6号裴玉文 在中场包括了17号的调氏豪 左侧有28号李强 右边有11号崔仁 靠前位置是24号的埃里士 顶在前面的是25号的奥斯卡和13号的金波 调态下指导 在此前他曾经是率领球队和维线铁岸生态有过一次的交手 当然了 两队包括两队的主帅 以及两队主帅各自跟对手的球队 这几项数据都只有一次的交手 胡安此前率领身心的时候 他的对手这个名单里面也并没有研编 因为那个时候研编是在中超联赛当中 胡安一个大西奥 他的这个名字在很多的今年中假联赛的现场电视转播当中 是给打了一个英文名 实际上呢也是因为他在报名名单上的名字呢就是外文 实际上在身心的时候 他在秩序册里面的名字呢是中文 随着主帅万一声哨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是正式开始了 欢迎各位收看PPT为您带来的中假联赛第16轮 延边复德在主场迎战煤线铁岸生态的比赛直播 在画面当中身穿着蓝色球衣从画面的左边向右边进攻的 是今天的客队煤线铁岸生态 而主队延边复德 则是白色的球衣从画面的右边向左边进攻 本场比赛的结束评述由卢俊杰为您带来 在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各位在PPT的聊天室来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 右侧的传球直接是打到了凡尾的人身上 今天这场比赛在迎接人民体育场来进行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 现在南方的气候是闷热而潮湿 但是北方相对而言会干燥一些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不热 比如说今天延边现在的气温大约是32摄氏 不过湿度并不是很大 50%的湿度应该说对双方的球员来说 这个只要空气里边的水分不是很饱和 那再舒服一些 直接把球是给向进缺 投球顶回来 前面队的防守队员把球拿下来 结果外围的眉线体验生态 又是把球拿到湖顶附近 防守队员卡住身位 但是这次没能够第一时间的形成反击 球是被自家人碰触了边线 应该是金波 在聊天室当中也有朋友在问到穆里奇 穆里奇现在处在他八场停赛的第四场 穆里奇要到八月份的八月底 才能够重新进入到球队的一线队比赛的名单当中 那么也是因为穆里奇的这样一个原因啊 所以呢加比奥内塔也是来到了球队 其实呢在此前也是有朋友在讨论 眉线体验生态的这个人员的调整 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因为毕竟呢换走的外员是这个一名后卫 但说实话啊 对于眉线来说呢 呃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边已经 在换掉老尔之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再使用老尔进入到球队的出场名单当中了 呃毕竟现在中甲联赛只能用两个外员 在上半段的后期呢 基本上是使用穆里奇和阿洛伊西奥之间的这个外员选择 这次在左侧金波拿球的时候呢 被违线的防守队员把球拿到 直接是给到前场 被违线体验生态在后场拿球 沿着左侧向前的传递 但这次传的比较大 直接是被淫编队拿到 董家里 张伟 王鹏 朴大侠知道在场边他直较直指球队的年份已经挺长的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和球队经历了许多 这个赛季球队起初的状态还算不错 赛季的开局打的还算是能够符合人们对于一支中超降入中甲的球队在中甲联赛当中应有表现的预期 但是随后在连续的连败之后 球队整体的状态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最近九轮联赛 颜编队是一胜一平欺负 这一平呢还是上轮联赛拿到的 此前呢是八场比赛输掉了七场 那样的数据是更加吓人 但是好在对于研编队的球迷而言 他们看到了下半程 球队在上轮比赛当中最起码是止跌 但他们更希望球队能够有所回升 雷线铁岸生态呢 这个赛季的整队的历程也是比较起伏的 在开局的四轮不胜之后呢 球队是随后迎来了六轮比赛 四胜两平的 堪称是能够匹配一支冲超球队的表现的水平 但是在世界杯之后的两场比赛呢 雷线铁岸生态是一平一副 面对绿城是没能够赢下对手 而面对永昌则是占平 面对绿城呢是一场失礼 但是不得不说雷线铁岸生态在比赛当中 能够给对手带来的这个压力啊 还是不小的 在此前球队的六轮四胜两平的比赛当中呢 胜的球队有辽祖有卓尔 平的球队有北控有深圳 应该说呢 在那一段时间表现不错的 这个周期里边 对手可都不弱啊 接外球 点着左侧向前给 奥斯卡在左侧拿球以后 直接把球打上了球门 感觉呢稍微有点脚底打滑了 在聊天室当中也有朋友在说 这是阿鲁伊西奥要面对对方的三叉戟了 今天的三叉戟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相较于前场有保利梅西 来跟他进行配合的这个情况呢 今天奥斯卡有点心肝影之了 看这次在中路 广开对方的球员之后 选择进去往前走 维信铁 生态的球员放倒了 因为这是进攻球员 主打办事宜 这是一个湖顶附近的任意球 图东旭也在跟裁判争辩 看看这下啊 催人 最后一下呢 在往自己的身体左侧抹的时候 图东旭呢上抢 这下没能碰到球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 湖顶附近的任意球 颜面队怎么来处理 看这次的任意球 催人 裴玉文 都站在球前 看谁来处理 裴玉文出跑 大门 这球被门角扑出来了 但是打的角度还是相当有危险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是双方加起来最好的一次进攻的机会 裴玉文在这一角射门 还是对对方的球门形成了不小的威胁 面对来球 杨超是侧痕声向左侧 把球扑出 还是颜面队在右侧拿球 尝试向前走的过程当中 被防尔队员先把球碰出去 右侧的借外球 这还是刚才那个球 裴玉文把球打向了球门的右侧 杨超侧向的把这个球扑出 当然这下呢 扑的时候啊 球的这个去向呢 恐怕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杨超没有能够用自己的手部击打到踢球 在今年这场比赛当中呢 没线的球迷也希望能够看看 这个加比奥内塔和阿洛西奥两个人的配合 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 此前呢 加比奥内塔在来到球队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暂时还是没能够取得进球的 此前他曾经是在绿城效力两年 打过53场 包括中超和中甲的比赛 打进过10个球 看这次在右边 吹人在右侧准备往底线走 但是还是先被防尔队员把球挡出去 右侧的借外球 吹人把球敲给裴玉文 裴玉文左脚把球传进去 到了禁区里面 但这次的头球 落点上是金波 在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要提醒各位 超长三福天 高温来袭 苏宁空调 开闸泄洪 爆款五折抢 24小时急速安装 让您镜像清凉 球门球 球门球开出来 双方的正顶 连面队抢到第一落点 右边吹人拿球 裴玉文 再交给崔人 球出了边线 左侧没线 天然生态 背试拿球的时候被放倒了 裁判吹了 也面对右侧的王鹏的犯规 没线天然生态队的 任一球的机会 当然这球呢 距离球门是比较远的 靠近左侧的边线 直接右脚把球开进去 落点比较深 但是这下呢 还是先被 也面对拿到了 董嘉林 直接是把球抱住 看这次的反击 情况怎么样 但是奥斯卡呢 应该是已经先处在了 约位的位置 主赛办已经明哨了 看起来啊 刚才这个球开出来 的一瞬间 这个奥斯卡的位置 是否还没有过中线啊 刚才电视转播 也是给了一个 万镜头回放 从后场把这球 开出来的时候 看起来奥斯卡 应该是没有过中线的 这是一个误判 当然了 在奥斯卡在左侧拿球的时候呢 双二队员 也是跟得很紧 没心地安生态在左侧拿球 传球的时候被对方队员把球拦截下来 倒到左边来 但是对方的球员贴得很紧 加比奥内塔在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积极 倒是好把球给到右侧 李强在往右侧传递的时候 被对方的队员把球挡下来 雷仙天安生态队把球给右边 看这次在右侧的情况怎么样 又是加比奥内塔想把球交给内部跟上的队友 但这下呢 路线还是跟队友有一定的出入 吴永春 标识好 进波 大范围的转移球 看到了右侧的队友的位置 但这个球的落点还是先被对方征到了 雷仙天安生态队在本方的半场拿球 再给右边的时候球出了边线 还是沿边队的球权 向前传递的时候呢 又是想找前场的阿罗一笑 阿罗一笑也是在跟裁判示意 对方有动作 今天阿罗一笑必将受到对方比较严密的看法 阿罗一笑又是试图跟裁判 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这时候呢 含蓄上来拦住它 右侧的内部 给到边线附近 想直接传身后 看看这次是机会 把球晃开角度以后 左脚射文 但是打高了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非常不错的一次机会 本来呢 这个球的落点是不太理想的 但这个球呢 在弹地之后啊 去向不定 对于防守队员来说呢 对这样的落点进行控制 也比较的困难 而恰恰就是这一瞬间 奥斯卡是缓开了对方的球员 把球拿到打向球门 但可惜的是 这下呢 由于没有完全进行有效的调整 所以这球呢 也是打高了 右边 右侧的内部 抵住对方的球员 想往底线走 还是被投球先领出去 违线体感生态在右侧的脚球 右侧的战术脚球开出来 还是右脚把球凑进去 但这次的投球 没能够顶在门框的范围内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 应该说 违线体感生态在进攻线上 包括加比奥内塔 包括阿洛伊西奥 还没能够形成太多的 有效的衔接 去给对方的防线制造更大的压力 在这方面呢 以往穆里奇和阿洛伊西奥之间的连线呢 表现得更理想一些 左边 但这球传得稍微大了一些 奥斯卡还是有能力去争这个球的 但这次在争球的过程当中呢 犯规了 没线体感生态的方法的人 图东旭已经是先碰到的球 没线在后场的阵营球 直接给到前场 被投球顶下来 经波 在投球交回到中间 奥斯卡 交给右侧上来的队友 这人横着走以后 斜塞 但这次在湖顶附近 先被防守的人解围掉 维新体感生态有反击的机会 直接尝试长穿球的反击 但这球的落点并不理想 在刚才的拼抢过程当中呢 崔仁是有受伤的情况 崔仁在帮助球队战胜北控之后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能够再取得进球 那场比赛的帽子弃法之后呢 球队也是陷入了长期的不胜 但尽管如此 崔仁依然是以六力进球 成为队内的第一射手 再来看这是刚才 崔仁传球的一瞬间 维新体感生态队的张勇 在上场的过程当中 跟他有一个 身体接触 那一下呢 应该是脚下的正面的拼抢 但是由于呢 没有能够碰到球 所以整个的力呢 都是发到了催人的脚上 在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 要提醒各位领先生活 有一套 L史密斯热水器 净水机 采暖炉 空气净化器 套购 想念单 吴永春 再交左边 这下呢 球是先被实际尾 碰出边线 接外球自己来 还是吴永春 横着给 李强 给一个身后球 但这下先被身后的人 顶掉了 这下呢 加比奥内塔 在拿球之后 启动的时候啊 是 他的节奏 受到了对方的一个干扰 这下呢 加比奥内塔 是 捂住了自己的 右腿的 小腿后侧 外围来招 远射的尝试 别说这脚球啊 质量还真的不低 这是来自于 梅仙链生态的 杨俊杰 在外围的一脚远射 前场还有机会 但这下呢 前场的两名进攻手 还是 不点上 没能想到一块 加比奥内塔的传球呢 阿罗伊西奥也是 没能够更好的处理 有朋友在问穆里奇 在聊天室当中呢 有朋友在说 说穆里奇是下放了 其实穆里奇是因为 打不了一线队的比赛啊 之前他确实是在打 预备队的比赛 在上一场预备队的比赛当中呢 没记错的话 是穆里奇在出场了的情况下 梅仙铁寒生态的预备队 跟永昌预备队是打成了一个2比8 当时看到2比8这个比分的时候呢 第一反应居然是 这个穆里奇是跑到预备队联赛里边 去砍瓜切赛去了吗 结果并不是的 穆里奇是这个2的一方 对于穆里奇来说呢 现在也是需要尽可能的 去保持好自己的竞技状态 不管通过打预备队联赛 以及各种其他的方式 毕竟呢 一旦他的竞赛期满球队 是非常需要他的 在这几场比赛当中呢 也是可以看到 年纪35岁的加比奥内塔呢 整体的这个状态啊 不是特别理想 更正一下 加比奥内塔是85年的 33岁 右边 催人 右侧的内部 再给催人 比较靠近边线附近了 看看怎么来处理 选择往里走 晃开了一名跑里 然后倒三角抄回来 但是在右侧内部 跟上的爱丽世啊 慢了那么小半步 球还是先被解围掉了 实际委出现在了 关键的位置上 封堵住了在爱丽世身前 完成射门的路线 而在放慢动的时候呢 脚球应该是已经开出来了 但是球是没能在 门框的范围内 应该是 现在是没线的球门球 直接向前的传递 是被没线权生态队 把球拿下来 以度之后向前给 含蓄还是能控制住球 给到左边 直接长距离地传球 但并没有能够找到 前面的加比奥内塔 在脚左边 看看这次 奥斯卡又是把球拿到 然后右脚给到后点 奥斯卡今天能够通过自己的跑动 和合适的选位 为自己创造拿球的机会 但是奥斯卡在拿到球权之后的处理 却又多多少少地浪费了这样的机会 投球正顶 左边 但这下没能够把球往前领 连线体安生态队在右侧拿球 实际尾 杨俊杰再把球往前给 加比奥内塔倚助对方的球员 但这下呢 三个人形成了一个三角 把加比奥内塔的球给拿下来 艾丽丝迅速地找奥斯卡 但是 艾丽丝这次的传递 奥斯卡反而是没办法拿到 美线在右侧的界外球 界外球制进来 前场 刚才应该是 朴智豪把球抢断下来之后 交给了队友 看这次还有机会 主的伴示意在禁区里面有犯规出现 这是进攻方的犯规 刚才呢 这个球是从朴智豪开始的 朴智豪呢 在对方的半场 把对方的传球破坏掉之后 是成功地交给了前场的 艾丽丝和奥斯卡 艾丽丝和奥斯卡两个人在配合的过程当中呢 这球最后是没能够控制好 朴智豪再进入到禁区 去争抢机会的时候 是犯规了 再来看 这下是正面的 几乎是踩到了煤线铁安生态的增超 整个的脚底板是登到增超的这个脚踝侧面了 这个手里是在温暗、并且摸底下与 词曼哥都在温暗、并且出发 赛无法被启动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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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长传球 被张伟投球顶下来 调视好 贝宇文 引力右侧向前给 奥斯卡 贝室拿球摆脱之后 把球给到中间 金波在左侧内部 怎么处理 直接打了一脚 结果这下呢 球是在有变现的情况下 放慢了速度 最后是被对方的门将杨超拿到了 前场又是形成了抢断 这次是催人的抢断 在右侧拿下来球之后 把球交给队友 左脚把球传进去 胸部一平 但是又是比较靠近边线了 金波怎么走 想往中间走 实际位贴得很紧 外围还有 右脚把球转移给到右侧内部 投球顶到中间 看这次 倒高射门 这球进来 比赛打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演变负交队大进一球 奥斯卡的倒高射门 当初球队是取得了伊利林的领先 在多次挥霍机会之后 奥斯卡终于是以 这样的让人惊叹的方式 打进一球 今天的比赛 奥斯卡获得了几次非常有错的机会 但此前的机会啊 都比这一脚 要容易一些的样子 这正是 我就要进这么高难度的球 简单的射门 我不进 比分变成了一比零 对于演变队来说呢 在主场 此前的几次进攻 都是没能够收获到理想的结果 但这一次 在进区里面背向拿球的时候 奥斯卡是完成了这样一脚 高质量的倒高射门 右侧的将来球 奥斯卡在刚才冲场的过程当中呢 是有受伤的情况出现 他也会说是有受伤的是的 或者说说是在这一层旋 现在对于梅线体海生态队来说呢 他们在比赛当中需要更加的注意 在自己的进攻的过程当中传球的成功率 以及他们在防守的过程中 如何去限制对方的进攻球员 现在呢 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去把对方的防守球员 限制在自己的身前 但是现在这立进球恰好是让我们看到了背向球门 且身后是有一道防守屏障的情况下 林明队是如何取得进球的 咱们看这次右脚传进去以后 在中路的投球整顶 主的外事业这是进攻方犯规了 这次又是奥斯卡在中路的投球成顶 金波在左侧拿球 向前的传递 奥斯卡把球交给中间 但这次本身就比较难处理了 李翔在中路也是没能够拿到球 争抢的过程当中放倒了梅线体海生态的球员 美线把球交到右边之后呢 右侧又是没能把球停下来 中间 向前传递的时候呢 搓进搓出 还有机会再给右边 加掉内塔 拿到以后到左脚上 再交回来 实际委的传球打到了金波的身上 爱丽丝迅速的把球向前交 但主代办这个时候已经明哨了 哇 出发了 后场直接是把球开向前场 还是先被没见把球拿下来 加比奥内塔 自己在右侧尝试再往前走 传球的路线又是不太理想 好在队友还是把球拿下来 韩旭再沿着右侧往前给 球还是先被碰出了边线 摆电刺 再尝试在右侧跟韩旭来做配合 加比奥内塔的位置现在比较靠后 依然是在中间横向的走 加比奥内塔跟对方有身体冲撞 刚才这下呢 是碰到了爱丽士 爱丽士无连倒地 但是这下应该问题不到 再给他左边 左侧的配合 球最后呢是没能够传递到左侧队友的脚下 今天呢估计也牛气的也不太舒服 因为在比赛当中呢队友跟他的衔接不是很理想 韩旭在右侧拿球 右边实际尾也上来了 还是交给中间 但加比奥内塔没能把球拿住 外围还是韩旭 再把球给左边 结果先被防守队友把球拿到 走侧还是没线在拿球 杨俊杰 斜在里胡顶附近没有队友 长城找奥斯卡 爱丽士 想往前走 维系尼海生态的防守 最后一下的下铲 裁判是 示意 有犯规出现 这下是准备向张勇出示一张黄牌 这下是准备向张勇出示的 这是此前在爱丽士和加比奥内塔之间发生的一个身体接触 环续 传球的时候呢 被碰了一下 爱丽士把球拿下来 右边 在交身后 底线附近 先被防守的人挡出去了 叫球 给面对在右侧的一个角球的机会 给面对在右侧的一个角球的机会 还是裴玉文来处理这个球 脚球开出来 前点先被防守的人顶掉 吴永春把球拿到 横向的给到湖顶附近 然后再交进去 被投球顶出来 外围 盈文队能不能够把球再拿好 赶在这球出边线之前 右侧的梅线铁生态的进攻球员是先出一角 应该是摆平次的准备争这个球 结果是放倒了 朴氏豪 两次太阳的疾长 5次还要不是 utych 兹剑 借外球 实际尾借外球制进来 哈罗一笑被深打球以后 敲给右边摆天色 摆天色想往前领的时候 被赢队队把球缠抢下来 进波 给到左侧内部 转一球给到右边 比强 直接长团 找前面到奥斯卡 奥斯卡直接南投了一脚射门 今天奥斯卡在 这样的情况下 处理脚下球的时候 由于他周身受到对方的 贴身干扰是比较多的 所以今天这样的 类似位置的射门成功率都不高 还需想交右边的摆天色 但是先被 延连队拦截了 本市拿球 然后敲给右边 又是摆天色在这侧 在右边拿好球 倚住防尔队员 怎么处理 不用春 再贴着摆天色 最后这球是谁碰出去的 边才认定这是一个角球 看看右侧的角球 角球开出来 这次给外围 还有机会 选择要往前走的时候呢 对防尔队员把球给挡下来了 看看延连队的反击情况怎么样 中路转移球给左边 左边爱丽士一身腿 还是短了点 但是还能够把球拿住 裴宇文拉到左边来了 李强 左脚给爱丽士 爱丽士左脚带给后点 但是这下后点的奥斯卡 没能够铲上 进去的又是机会 这叫东座 想尝试一脚爆肝 右边实际北战拿到球 摆天色 再交回来 韩旭 拿球的时候 被对方的队员把球抢断了 李强 交给王鹏 再上前给 但这下朴氏豪的分球 路线不是很理想 那么好 扶着